327 百負環球 因為它今天都會出現職 但其實你看看它6月中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出現了一個引起 即是說如果是year to year 去計算的時候 其實就是中期的順利 都會增加了一個引起 會增長三成多 之前是賺3億多 所以如果它至少要增長三成 即是今年上半年 它應該至少都賺5億以上 其實你看看它出盈起到現在 因為我們自己港股市場有大跌過 所以其實股價的位置差不多 其實還未真的在股價上 反映著這個盈起的因素 如果它按年至少都增長三成 我覺得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增幅 即是去年疫情期間 它都能夠有一個按年的增長 接著在這個這麼高基數的情況下 它都還可以加快 現在增長三成 所以我覺得都前景有些的機會 而且因為它的業務上面 就是做一些非現金交易 非現金支付的那些終端機 即是你可能去拍一些信用卡 或者是一些電子貨幣的時候 其實你用到那部終端機 它就是它們去買的 那這件事我想 大家現在都習慣了是無現金去做一些交易 其實這個勢頭都未必說是這麼容易回頭 所以只會越來越普及 所以都叫做有少少在一些 即所謂新經濟的元素 或者新經濟的合量在裡面 但其實你看回它的股值 現在的PE其實都不算很高 都是11倍左右 而且如果你算是在財政狀況上來算 它都很穩健 即是它百多億市值裡面 其實差不多有40億都是現金 即是它都很財政穩健 而且去年又剛剛再派完一次的特別股息 它都還有這麼多錢 所以我想那個防守性有多高 那之前我想8元 那些就算是建了底 那我想如果你叫做業績是對白的話 我覺得你都可以 即是股價都有機會挑戰 就是之前7月初的時候那些位置 大了 如果你說算前浪頂 就應該是9.9左右 甚至如果它有少少驚喜 甚至挑戰6月初的時候 10.46的高位都有可能 可以試一試看這個有沒有機會 謝謝大家